先打开电源,这是个电源开关,下面显示有 打开电源开关,稍微等一下 等它屏幕里面程序显示出来 再说,等下看,程序刚出来 好,到这个界面以后,第一次操作的时候再标定一下 先点系统维护 这里面有个密码,密码是6.0 2,3,4,5,6,6.0,点确定 确定以后出现这种界面 然后先重量标定 重量标定上有个零点标定 先标定零点,点一下 上面显示,请稍后,等一下 这零点已经标定好了 现在准备争议标定 争议标定的话,先找一个咱们切好的东西 这上面显示是2.9,咱们准备挂的东西 把这个东西拿过来,先把这个门打开 这一块就是这东西 把这个挂 把这里也挂 挂上去,两边都能够用一个东西 只能和这个在一起 挂上了以后 咱们再过来看这个界面 有个争议标定 点争议标定 现在它正在记录 好,现在就是 咱们那个刚才显示是2.9 咱们标个2.9 点确定 好,现在已经显示是2.9了 咱们退出 再退出 再退出 退出一下,现在已经显示是2.9了 说明咱们这个重量应该是对的 咱们再复位一下 咱们再放到冲上看一看 这是2.9了 然后 说明咱们这个重量是对的 现在咱们开始怎么操作 这上面有个手动卸料 这也有个 这就是手动状态 这就是出问题的时候手动用的 看这里 这里有个探头 探头 手碰一下 看这边 这包装带 已经合到 可以拿一个看 一个一个来 先把这个包 转上去 收 点一探头 碰一下 这都是手动夹带 好 手动完了 看你看自动 自动先点智能包装 智能包装显示这个界面 看清楚拍一下 上面有个目标值 现在不是显示5公斤 咱们正常一般用是25公斤 好比咱们用25公斤 现在点个25 点确定 现在是25公斤 再来退出 退出 咱们自动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触屏 上 点个启动 再点个 泄料 它是自动泄料 泄到25公斤以后 它自动这边 要分开 下去 下去以后 下去以后 咱们有个滑台 这个包 下去以后 这个滑台到这里 一碰到这里 滑台 摆到这里 这滑台停止 停止以后 咱们开始包装 包装到这里 下面有个脚踏 脚踩住以后 连绳动机 带着这个 鸡蛋一起过去 好 脚松 现在鸡蛋还走 要过去 想要滑台停止 碰这个 滑台的停止 这是自动的一次操作 行了 就这样